各位师兄大德 我是小赖 欢迎来到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 老夫妻诵经后 九个儿子全死亡 地藏菩萨梦中视线原因 我们都是佛弟子 皈依三宝了 我们对佛法有没有疑心 有没有怀疑 一般的正常生活当中 你皈依三宝 你不怀疑 但是生活遇到挫折 在你人生的旅途当中 遇上不如意的事了 甚至于皈依三宝之后 比以前更不如意 没有皈依三宝以前还不错 皈依三宝后突然变坏了 你产生怀疑了 三宝加持是真的吗 要是真的 为什么不加持我呢 我倒了老霉了 我现在听到很多弟子这样说 说他有病也好 孩子不听话 家庭不和也好 无论任何事 他都推到佛 法 僧三宝 三宝简直不加持 我还遇到这些事 地藏王菩萨感应录里头 有这么一段故事 以前有对老夫妇 五六十了 生了九个儿子 九个全都不听话 都是五名 他俩也很悲哀 认为 也许我们过去没做善事 今生也没做什么善事 才遇到这些事 就请了一尊地藏菩萨像供奉 也常念地藏经 这样子应该好了吧 恰恰相反 自从供上地藏菩萨 念地藏经开始 一年死三个儿子 没到两三年 九个儿子全死了 到了过年的晚上 两位老夫妇想不通 就跪在地上 在地藏菩萨向前发牢骚 地藏菩萨 我们信仰你 但是 怎么皈依你了 九个儿子全死了 你有没有加持我们 祷告一番后 当天晚上心情很不好 就睡觉去了 一睡觉就做梦 老头子梦见地藏王菩萨来了 说 明天 到河边去看看 你九个儿子 都跟你见见面 他一想 只是个梦 隔天早上 他就跟他老婆说 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 地藏王菩萨真灵 来了跟我说 要我们到河边 看看我们那九个儿子 他说 我也做个梦 跟你一样呢 他说 好 我们俩个人到河边看看 看我们那个梦灵不灵 他们俩到河边去了 到了河边 第一个先献的是大儿子相 之后马上就变成相貌凶恶的人 很嗔恨地骂他们两个人说 你们俩怎么贪我的钱 怎么害我的命 我现在来报应 来找你们要钱 算账来了 但是菩萨给我们改了 我们得生善畜 我们这笔账算了九个儿子 大概都如是这一类 因为钱生 金生的关系 他们俩个人就此心平气和了 这是他们自己的事 钱生不知道 金生他们做了 大概有三个儿子 是他们害死的 他们知道后 再也不敢抱怨菩萨了 回来跟菩萨磕头求忏悔 这天晚上又做个梦 好了 念你们两个对我祈求 我给你们送个儿子来 两个老夫妇都做同样的梦 他老头说 你现在都快六十了 惊奇一病 怎么可能再受孕呢 不可能嘛 但是他们俩个人 每天还是诚诚恳恳地念地藏经 拜地藏菩萨 隔步了一个月 老婆婆居然怀孕了 等到十月满 平平安安地生下儿子 一点困难都没有 他们想 这个儿子一定孝顺 因为是地藏王菩萨送来得不错 他们两个活一百多岁 由着儿子安慰照顾他们的晚年 你说业能转不能转 一念善心起 百万账门都消失 一念恶心起 百万账门都开 定业不可转 三倍加持力 能转不能转 这都是你个人的心 我们现在心里如何 如果你对佛教都是怀疑心 你又怎样能得到它的好处呢 同时 你信得坚定 不管外人如何 好人则信心更加增长 你修行进步得快一点 如果外人不好 受尽挫折 你毫不动摇信心 你才有所成就 大家信不信 我就是这个例子 我做了33年监狱 从来不隐瞒 做监狱的人是不是好人 我做了33年 出来之后 就在中国佛学院教书 而后 人家又请回闽南佛学院 到了美国 加拿大 或是在各地 我看到有都对我很好嘛 我还不是很坏的坏人 什么意思呢 当你受挫折 你不要随便失掉信心 不要认为三宝没加倍 是你自己业障现前 或者因为某种因缘而失落 都没关系 不能够因为遇到挫折 因而感觉我很冤枉 世间是平等的 佛法从来是平等的 一切事物都是平等的 你看见不平等的现象 为什么他那么做 为什么 他的业 你要是晓得了善恶业果 你才知道一切平等 你现在所受的苦 是你自己做的业 你怪谁啊 你看人家有钱 同样当医生 怎么他那边看病得多 到你这边看病得少 你过去跟这些人没人 谁会来让你看病 也许你看了这些病人 不但不好 反而加重 这都有一定的因缘 千万不要抱怨 要相信善恶因果 如果皈依三宝的弟子 连坚定的信心都没有 对佛 对法没有信心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 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